大家好 我这棵米兰花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换盆修剪醋花的一些方法 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这些枝头上面 长满了小花苞 像这些密密麻麻的全是花苞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就要保证水分充足 因为在醋花这段时间是适当的控水的 这个土比较干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现在它的这个花芽已经长出来 我们要适当的缩短浇水的距离 不要给它控水了 保证土养处于微潮的状态 同时磷酸二氢钾不能停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磷酸二氢钾的话 不需要给它喷湿叶片 因为这个时候给它喷湿叶片 很容易造成这些花苞出现肥害 我们给它浇灌土养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每次浇水的时候 给它浇灌土养就可以 不需要给它喷雾 再给它在土养里面追溼一点这种骨粉 可以让土养中的零岩素含量大大的低高 这样的话 当这个米兰花开完这一波花之后 后期会不断不断的长一些花芽出来 因为米兰花它开花量非常大 我们单纯的使用一些磷酸二氢钾水溶肥 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要结合有机肥跟无机肥一起使用 这样才能达到更高效 好了 如果大家的米兰花也长花芽的话 赶紧给它做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